疫情三年後 再度舉行的香港國際影視展今日開幕 今次展覽會攤位很多有我們香港本地都很熟悉的展商 也有來自歐美、印度、韓國、台灣等等 今次也有電影周邊的相關展商 就好像這些3D即時掃描、即時3D打印等等 好,我們現在看看開幕典禮情況 例如資料開幕典禮,網絡商店開幕典禮,網絡商店開幕典禮 Vermart是一位的開幕典禮的開幕典禮 而在年來變成最大的螢幕典禮和網絡商店開幕典禮 EHK organisers, Distinguished Guest,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It gives me great pressure to join and welcome you to Entertainment Expo Hong Kong The return of EEHK with a series of film, TV music and digital entertainment events This year could not be timely of it. Hello,你好,我們相隔了三年了 我相信大家都很開心同樣這麼興奮 因為今天我們是香港影視娛樂部隊2023 一個啟動儀式可以舉行 我相信台下和很多媒體朋友的心情都是同樣興奮的 有沒有什麼鼓勵的話跟我們業界說 因為近年香港的影視娛樂界是有驕人的成績 那可以有什麼話跟你說呢 首先開心因為經過了疫情 香港影視娛樂部隊終於可以上回實題了 所以今次有這個記者資料會 相信其實我參與這麼多年 都在裡面不見學習 因為始終影視娛樂是一個多元創作 它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潮流 都會改變一些創作上的編編 而且很需要很多新人去加入創作 所以在我們這個行業裡說 會不斷有很多新人加入 希望他們越做越好 可以製造更加多個多元娛樂 出來給觀眾帶他們去世界各地 接下來我們有合照環節 請各位有先拍照 我們有足夠時間讓大家拍照的 OK,首先,我們看看我們的表演 我們大家會 1、2、3 請大家在一起 1、2、3 2、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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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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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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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